什麼? 要還是不要? 好 要 要 粗心反桌 我要被奶了 你又不要奶一看 奶一看 奶一看 喔好 這個這個 好啦 今天要來要不要挑戰 Yumi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大概知道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來開始囉 接下來我們題目 第一題 什麼? 要還是不要? 好 要 要 粗心反桌 哈哈哈 這個也很麻煩欸 對 可是這個要就是要 所以一定要粗喔 而且不能拿 因為我知道你這版桌裡已經買完了 不能拿以前照片 就是13張加封面全部要全新 OK嗎? 也只能OK 因為這就是要不要挑戰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那第二題來囉 要還是不要? 不要 不要 你確定不要? 真的不要嗎? 已經說多力了但是叫來真的嗎? 哈哈哈 好 第二題是給觀眾看腳底 蛤 可惡 閃過了就是福利真的是喔 第三題 好 要還是不要? 不要 你確定? 蛇頭碰到鼻子 哈哈哈 什麼壞東西 我發現你的雷達滿準的 這個是從第一個 桌裡之後被嚇到 對啊 好 第四題 要不要? 想一下想一下 思考一下 到底要不要 好 好 是要嗎? 好 超隔壁房門 跟他打招呼 我可以打吧 你認真 認真啊 我們會陪著你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實現這個承諾 好 第五題 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 你確定不要 真的不要嗎? 韓國來回 wig 韓國 韓國 obello 我的歐巴 歐巴這麼鍔라고요 不要 好 不要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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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題 我要 沒有 等一下 我要想一下 想一下啦 想一下 第六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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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到底要第二題 沒有 不要 你真的不要嗎 一千塊 等一下 等一下下 我們沒有騙你喔 我們都準備在這裡 我想說你應該會要 好囉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題喔 最後一題 要還是不要 想一下到底要不要 要 到底要還不要 到底要還不要 不要 不要 到底要還不要 不要 真的不要嗎 你想想你前面兩個錯過什麼 不要 好 畫臉 我對姓明的聊天就是要選不要而已 什麼啦 天明明的好的大過於不好 我對姓明的聊天就是要選不要而已 好的啦 好啦 我們現在去執行我們的懲罰 要到隔壁敲房門 Yumi你現在要幹嘛 我剛剛做了一些蠢事 現在要去隔壁房 敲門 打招呼 你已經想好你的台詞了 要不要演練一下 兄弟姓明 蛤 什麼 什麼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廢話太多 直接走啦 合立房 合立房 左邊右邊哪 你看你啊 男左女右 按門鈴嗎 看你啊 按門鈴還是敲 反正丟臉的是你 我喊3211的時候 你就敲或按門鈴 你要怎麼被打是不是 不會啊 我們保護你啊 按門鈴 好好好 三二一 欸 沒有人啊 欸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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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是不是 好不好玩 啊 小媽呀 對啊 害羞啊 你剛剛有看清楚隔壁 長什麼樣嗎 隔壁頂過 喵了一眼 是帥的嗎 好像還可以 但是他好像很怒 他應該是傻眼啊 對啊 對 是傻眼 是不是很好玩 欸 看我沒打我 沒有想到Yumi 真的是敢做敢當的人了 我本來以為Yumi會賴皮刷 賴就直接不做這個懲罰 好丟臉喔 但是妳有記得一件重要的事情嗎 所以妳剛剛有答應大家要出再版的著力 好 好 賣不掉全部丟下面 什麼意思 怎麼會賣不掉 好 妳定收了 好 看那一隻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妳不要講話 很棒欸 不像攝影師就是一直要分的很漂亮喔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攝影師要給妳的氛圍了吧 有那麼Q啊 我要配奶喔 妳要配奶 妳要配奶 好 奶 奶 喔好 今天客戶比較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歡迎收看收看頻道 今天的主題呢 是 因為我這幾天呢 是在墾丁餐天很愛的小旅行 當然呢 奶墾丁是不是就要準備一些 奶墾丁才能穿衣服 因為像這幾天其實是台北 也是一直下雨 然後但是墾丁呢 就是 隨時隨地都是夏天的感覺 那夏天也快到了啊 就是給大家展示一下 我夏天的一些私服 那今天的影片呢 也是福利滿滿 就是今天會介紹大概三四套 我來墾丁準備的衣服 然後穿給大家看 最後呢 會隨機抽出一位幸運兒 得到今天展示的一件衣服喔 記得一定要買影片中介紹 第一件呢 就是我現在身上有穿的這一件 天色長鳥 其實我覺得來墾丁啊 就是有些是女生 穿衣服就是 除得方便 就是你不要穿那種太合身 因為墾丁就很熱嘛 但是呢 我們又要穿多方便的衣服 因為我們可能裡面就穿著比基尼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子脫掉 這樣 那我自己是連身裙的愛好者 相信有在follow香香的 香幫們都應該知道 我其實出席活動很常就是 穿一件這樣子洋裝而已 因為這我來說 我是個懶人 然後我自己呢 我覺得穿衣服就是要 隱藏你的缺點 放大的優點 所以我會穿這種就是 就是看到我的優點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的腿 其實蠻粗的 我就是肉肉的 所以我都會選擇這種長陽款式 然後讓自己看起來 視覺比較顯瘦 像我自己呢 是不太穿什麼短褲短裙 因為就是等於 致富其團嘛 所以長陽就是我一個 很喜歡的款式 尤其來到墾丁呢 就是非常的舒服 旁邊 像我其實現在裡面是沒有穿的 我現在裡面是完全沒有 連內褲都沒有穿 可是正常不會有人發現 所以我覺得 穿這樣衣服就是一個很舒服 很放鬆很度假的一個狀態 那這一件衣服呢 其實我之前買的超多顏色 那這一套我自己很喜歡的原因是 就是它可保守可辣 就是因為它這個是綁帶設計 你今天想要保守一點 就把這個拉寬一點 就不會露出這麼多的胸部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就是覺得說我就是要當辣妹 你就可以把這個繩子轉轉轉轉轉 轉的就是小一點 然後可以露一個側子 或是再這樣轉轉轉轉 然後稍微拉開一點就可以 露出這個中間這樣子 就是等於是一個 自由調節款 可端妝可辣 已經淋浮 這件字底也是我自己 很愛的一個師傅 目前的女生的話 也想要入手同款師傅的話 每次在淘寶打 綁帶長養 其實就是我買的類似款 可以給你們參考 好 那我來換第二套囉 alignment好玩 第二套超妖的 這件衣服也是 我覺得非常厲害的一個款式 雖然它沒有露什麼勾 可是就是因為它很貼很合身 所以就是身材展現就是 一來無一 就是覺得哇天啊 看起來好立體的感覺 屁股的地方是非常厲害 雖然它什麼都沒有露 可是卻好像又看得很清楚的 這種感覺就是 辣妹必備的款 我每次穿就是這一件的時候啊 就是大家都會驚悶說 天啊你今天也穿太辣了 尤其是什麼都沒有露 今天也是非常厲害 我自己平常有時候出席間 活動常常可能會穿 重點是我很喜歡長羊的設計 就是因為長羊它就是一個可度假 然後可正式的一個裝扮 比如說我今天去一個春酒 然後我想當辣妹 可是又不想那麼辣 但是又想給你小心機 我可能就會穿這一套 就是看起來很厲害 就遠遠的居然覺得說 哇這個女生存在給我這麼好的 這種感覺 那一樣就是秉持我剛剛說舒服的這個原則 像我穿這個根本你看 妳不用穿內衣 妳就有沒有那些舒服 欸我自己就是也不太穿內褲了 哈哈 不想用爆了這個一個笑容 這種很貼任的服裝 妳真的穿一個內褲 就會跟那個內褲痕 就不好看 而且我自己就是喜歡就是 輕鬆自然的這種狀態 所以我個人就是很喜歡這樣的衣服 對啊 妳喜歡低趟還是低趟呢 好的 告辭啦 我們來換第三套 啊 這件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展示的第三套洋裝 它不知道很常要戴得到 膝蓋的長度這樣子 但是這件衣服本身就寫著 度假 兩個字 啊記得有一次我跟朋友聚會啊 然後穿這件衣服 然後朋友就跟我說 等一下妳是要去巴黎島嗎 所以這件就是根本就是寫著 度假海島風的這個衣服 然後這一套的鮮艷好看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的愛 那就是一樣遵循我自己的穿陰法則 我最喜歡輕鬆方便的 所以其實這個你看 一樣都是不穿內衣款的 因為我自己是很不喜歡內衣的那個束縛 我自己可能平常 有穿內衣回家 還是馬上就解放的這樣的人 就是如果穿這一件的話 我覺得是 市立裡面會穿的油褲啦 因為畢竟海島會有海風 然後突然吹起來走光就不太好 所以這件就是需要穿內褲一款式 那今天的3號呢 就到這邊 你們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別忘記就是香香的影片呢 就是要 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等下錯過每次的影片 那就這樣啦 這次的影片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